莫少,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围城 演播,田小莫 莫少 萧熟 第三百三十八集 齐连松不知道 齐军为什么要齐浩白跟踪威远 但是也不打算去插手 只是随便问问齐浩白 关于齐军和威远安回国后的状态 齐浩白就把自己看见的 还有感受都主事说了 威远安小姐 一直对齐军很热情 至于少爷一直就是淡然的样子 并没有像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 电话被挂断以后 齐浩白独自松了一口气 赶紧行动 去完成齐军交给他的任务 办公室里面的齐连松 走来走去 以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 想必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宋燃 结婚 这是齐军他给自己找的一个避难所 齐连松想到宋燃那个女孩 命运也算曲折 他一次次地和莫千兴扯上关系之后 他就知道 自己的儿子是斗不过的 宋燃也不会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从国外他失忆的时候 见过一面 就再也没有见过 自己那个小手机也没有再想过 不管宋燃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齐连松都会帮他把父亲的清白证明出来 当年的知情者死的死 消失的消失 还需要时间慢慢寻找 齐连松现在已经有一些线索 但是并不着急 薇薇安打扮好自己以后 却看到客厅并没有齐军的身影 刚想找一下齐军 冷飞飞的电话就打来 他放弃找到齐军的念头 只好加快自己的速度 出门去停车场开车 和冷飞飞碰头以后 两人驾车来到墨家附近的路口 看着冷飞飞心有成竹的样子 薇薇安想必很快就可以看见 今天计划的成果了 齐军给齐浩白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想到 他很有可能会跟自己的父亲 抱贝自己的动向 但是没关系 齐军觉得 薇薇安快要化妆 就去了书房 墙房门反锁 拿起手机 打了嗨伦的号码 嗨伦正在给下周的设计项目 做评估 电话的铃声打断他的思绪 齐军很明显 是撞上了枪口 嗨伦看都没看是谁打来的 就大声说 神 我在忙 有事说事 齐军很少看到 嗨伦生气的样子 现在很明显 电话那头的人正火大 我 待会见一面吧 哦 知道了 齐大少爷 我在忙 时间地点发我手机上就行 我忙完会看的 同妹来得及说再见 电话就被挂断 齐军没有因为 嗨伦大声责怪 而心情不好 这次 再次约翰伦的目的 就是想让她帮忙 查查在国外的遇见那个女人 她当时只顾得上维尾安 并没有仔细想 正好 今天维尾安出去时 这对自己是一个机会 她想知道 当年唐婉晴和齐林松上完床后 怎么没有当上齐太太 而是到了国外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真如齐林松说的那样 自己是被陷害的吗 那也太细思极恐了 这种陈年老事 再加上牵扯到了国外 齐军觉得 只有海伦一个女人能做得到 齐军想想都觉得 自己现在正一步一步 接近真相 这种感觉让自己热血沸腾 魏伯安已经在车里 待了将近二十分钟 看见冷飞飞 一脸气定神闲的样子 跟自己形成鲜明的对比 心声不满以后 对冷飞飞说道 不就是让你去绑架一个人吗 你找的什么人啊 怎么还没好 冷飞飞听完魏伯安的话 竟然会联想到林雨柔那个女人 果然都是低纸上的动物 别急 我找的这个人绝对靠谱 咱们再等一会儿 冷飞飞安慰似的话语 并没有让魏伯安的心情平静下来 鼻音发出了一声不耐烦的横以后 魏伯安只好认命地在车里继续坐着等待 终于又过去十多分钟的情况下 有一辆可疑的车 从墨家方向开了出来 冯飞飞的嘴角露着一抹自信的笑 飞飞飞安看见车子在他们这儿停下来 里面的女人比了个手势 这才确定是自己的人得手了 车子开走以后 飞飞安刚要跟上冷飞飞 就说道 别走 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咱们过五分钟再走 飞飞安觉得 今天一上午的功夫都浪费在等待上 哪怕不愿意 还是要听冷飞飞的 因为她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这五分钟里 薇婉一直在想后续的事 如果事情败露 她就要把冷飞飞搬出来 替自己挡醉 她自认为自己想得很好 但是冷飞飞 又怎么可能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不远处 一辆车子里面的旗号白 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不清楚具体的事 一直跟着薇婉的车子 来到郊区的一个废弃小屋以后 齐浩白觉得 自己这一天也差不多了 就给齐军打了个电话 结果对方一直在战线中 宋然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 确定小鱼真的被绑架了 她一边听两个小男孩 借视事情的经过 一边往小阁楼的方向走 事情具体发生的情况 就是三个孩子吃完饭 晚上院子里面来玩 然后在他们玩过家家时 外面来过了一个漂亮的阿姨 向他们招手 两个男孩肯定是不在意的 但小鱼一个人迈着小步子 哒哒哒跑了过去 两个小男孩只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很无趣 然后没几分钟 就听见小鱼的哭声 他们只看见小鱼 被那个坏蛋给抱走了 与此同时 来到监控室的宋然 已经在看监控 她相信 把小鱼抱走的人 一定是有车子的 这样的话 以墨家为中心的周围扩散 查看可疑车辆就行了 来到路上还在想 要不要告诉墨千行 但是又想到 她公司那么忙了 自己还是少给她添麻烦 现在的目的 就是找到小鱼 很快 宋然查到了一辆 黑色的面包车 停在墨家外的小路上 不出所料 那个女人 把小鱼抱上车 然后离开了 与此同时 她还发现了一辆 很熟悉的车 总感觉 自己好像在哪看到过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